来 姐姐 干什么 妈妈今天要考你一道 乍一笔变新字 你看 这里还是有八个汉字是吧 是 这八个汉字你都认识吧 认识 那如果你能在这八个汉字 都乍一笔把它变成新的汉字的话 妈妈就带你去坐那个过山车 好 那想不想挑战 想 那就有没有信心 有 好 你看看 这八个 这里的二十二 如果你倒扎一笔变成新的汉字 那个过山车就可以做了哦 那开始你的挑战吧 第一个很简单 加一红就是韭菜的酒 韭菜的酒 行 那第二个 第二个也很简单 哟 那就写出来吧 买 哦 买东西的买 那第三个呢 也很简单 有点牛哦 那你写出来了 加一树是床 哦 床 第四个不简单了吧 嗯 你看这个车子 你看能在哪里加一笔 把它变成新的汉字 想一想 生活中 或者是学校 学习中 老师有没有教过 课外书 有没有见过这个字 呃 想到了两个 两个 是这两个 哦呦 我以为你说 这一个就想到了两个 那你写出来吧 感觉你的能力 第五个也很简单 那你写出来吧 感觉你的能力 哎呦 对 来 那第五个 第五个也很简单 那你写出来 汪 汪 哎呦 有点厉害 想都不用想 那第六个 哎呀 你怎么出这么难的题给我啊 有多难 你看你一下子就写出了六个了 还说难 那证明你在学校学习有用功嘛 看课外书也有用心嘛 是吧 呃 想到了就是我怕你没见过这个字 呦呦 我还没见过啊 还有我没见过的字吗 那你可别后悔 那你写出来 我看看我有见过没有 秋 秋 嗯 这是秋字吗 对啊 山秋的秋 好像这里没有离得那么远的吧 呃 那是站在一起的 那你自己写出来的 那你不懂啊 哎呀 那你到底懂不懂的 我只是见过这个字 我只是没看清楚 怎么你见过又没看清楚 你是蒙我啊 你是蒙我啊 谁在哪里 呃 这样吗 那你肯定是这样啊 哎呦 还说你懂 还说我没见过 那你就乱 乱来 这字我肯定懂啦 山秋的秋 是你自己不确定乱来 那我都写对了 哪里对 离得太远 离得太远就是不对 我跟你说 没有了狡辩啦 记住哦 嗯 这个山秋的秋 这一笔 是靠近的哦 懂不懂 念在一起的 嗯 念在一起的 那无字 这个无字 这个无字 再一笔 变心字 这个也不是 想一想 想一想 再比划 用老瓜 想一想 有没有见过这个字 有那么难吗 哎呀我想不到 不要轻易就放弃 再想一想 哎呀我真的想不出来了 那想不出来 那怎么办 就问问屏幕前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这个在哪里 加一笔 能变成新字吧 行啊 姐姐说 她这个无字 她不懂得 在哪里 加一笔 变成新的汉字 那屏幕前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如果要知道 这个无字 加一笔 变成哪个新的汉字的话 请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姐姐姐吧 谢谢你们